今天我們就講香港墓冥探究系列的第三節 主要就是講冥的考察 過去兩集我們已經介紹了香港的墳場的發展 也都介紹了在歷史研究裡面 我們怎樣考察一個一座墓 今天主要就是講冥 墓和冥是一個很緊密的東西 我們都提過墓是一個立體的文獻 在墓裡面我們就是看一個外形 基本上我們都可以對一個墓主有基本的掌握 當然冥主要就是看文字的部分 今天我們就集中去講冥裡面可以透露的歷史訊息 冥的考察是很多的 譬如冥都有根據它的內容有行狀、簽表、墓字 這些都是比較傳統的 另外它會記錄什麼呢?就是個別重大的事件 另外就是對於它的姓名、字號、出生年月、死亡的時間、直冠、生平、貢獻榮等等 都可以透露了這些訊息 我們首先看一下一個墓名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年代 比如看到我們右邊這一張圖 看著明三世祖 我們看這個墓 大家都當然可以看到 大家都知道在旁邊寫著公元1974年 1974年為什麼它要寫著明呢? 因為根據我們去做一個墓的 如果這個墓本身是來自明代的話 就算你怎樣去重修都好 它都會寫著它是明代 讓人知道它是明朝的時代已經在 無論你怎樣把它翻身 怎樣整美都好 這個都會 好像左邊寫著道光年 它的下款就是告訴你這個墓在道光年裡面做的 這個你已經可以看到這個墓的年代是有多遠 另外 有時候它會寫黃清 譬如黃清的意思是什麼? 它做的時候是屬於清朝 所以它一定要加個黃字 有時候寫黃明 因為它做的時候是明朝 所以它要寫黃明 因為它當時的皇帝就是明朝 所以它要這樣寫 當然現在來說我們就不會了 我們看看 還有下面這張相片有一個歲次 大家都知道 我們中國人以六十個甲子去紀念 所以我們用傳統的模式去寫這些時候 寫了一個朝代 接著寫哪一個年號 譬如剛才那張道光的多少個歲次 我們看看上一張 道光二十八年 這個沒有寫那個歲次 但是因為有年號再加上那個歲次的話 基本上那個年份是很準確的 因為重複率不多 另外有宗教的人 他們會寫佛教的人會寫佛力 天主教基督教的人會寫佛力 甚至回教的人會用佛力 那現代的人當然當然寫功力 另外還有一些民國的人 譬如民國幾多十年 這些我們都可以在一個冒名裏面 我們必須要了解的 就是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年代 另外他會用不同的方式去記錄那個年份 看那個年份 我們就知道大概他有幾多年歷史了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務主 他在他的家族裏面是屬於什麼背份 右手邊這一章寫著 越岑氏此祖 即是說這個姓岑的人士 他是進入廣東的第一個人 他進來廣東之後 然後成為了岑氏家族在廣東第一個祖先 然後才會有其他跟著的子孫後代 你看看旁邊這一章 就是馬錦燦先生的務名 他就代表著他是第十六世 那這個意思是怎樣 很有可能是指他在族譜裏面那房的第十六世 因為你肯定會有一個開頭的計法 但怎樣計呢 究竟是姓馬的始祖 還是計他進來廣東 進了廣東之後的第十六世 還是他在哪一個族譜裏面計的第十六世 那麼這個呢 就要再深入研究 但是我們在這個務名裏面 有時都會寫得很仔細 告訴你他就是可能是說 進來廣東之後的第十六世的一個祖先 那麼這個呢 都可以看到 原來他們進來廣東 都已經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 那麼這些便可以去考察 他那個家族的背份 那麼除了家族的背份之外 有些會寫得很仔細的 例如看回這一張六世祖 看看老婆 他這邊寫著 有一堆我用紅色的地方圈了 用旁邊寫了 就告訴你他的祖先是怎樣 首先呢 就有一個是生了兩個兒子 一個叫楚安 一個叫敬安 跟著 楚安又生了一個兒子 就叫康仁和康義 那麼長子康仁呢 又生了兩個兒子 叫洪生洪衛 那另外呢 有一個 回去了 敬生又生了一個兒子 叫德河德蘭 德河又生了一個兒子 就叫做洪移 洪聚 這個呢 就將那個世系 家譜呢 交代了給你聽 我們就這樣看 他六世祖 你只知道他入了來 這位鄧公六世的 入了來 他只知道他就是六世 但是他的父親是誰 他爺爺是誰 我們呢 就這樣是看不到的 但是呢 很多時候 傳統的慕名呢 就會將他們家族的世系 在慕名裡面寫出來 我們要這樣看 這些東西在族譜裡面有寫 但是 是不是這麼容易可以看得到 別人家的家庭的族譜呢 不容易 而這種情況就是 在那個慕裡面 你將那個慕名寫出來 告訴別人聽 他的家世是這樣 這些是有什麼特殊呢 就是任何經過這個慕的人 都能夠看得到 那所以 如果它是有寫出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 它是呢 一個家族的背景 有時候在慕名裡面 反而可以看到這一件事情 除了這個之外 除了家世之外 它來自哪一個鄉下 剛才我們都講到 有很多人 香港有很多的人 是因為在國內移民來的 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後 中國呢 經常都動盪 一個比較長的年代 所以有很多的移民潮 因此 現在我們說它是香港人 實質來講 幾十年前 它根本就在大陸 不知道哪個地方來 你就這樣說它是香港人 我們根本不知道 它的鄉下在哪裡 因此 在那個墓裡面呢 其實可以反映 它究竟是來自哪一個鄉下 好像看到左手邊這一張 寫著保安 保安 其實大家知道 它真的來自香港 因為香港本身就叫保安院 古代叫新安 後來又叫做保安 另外你看看這邊 這個王氏家族的人 那它是來自東莞 那有什麼好處呢 就告訴你 將來 它的子孫 後人 甚至呢 是其他的 我們所謂同宗 但是不同房的人 進來的時候 我都知道 這個跟我們 是同鄉 這個呢 就知道它的直觀 另外呢 就是宗族的廟堂 我們所謂堂號 在這張照片裡 我們看到高德成堂 旁邊有周永澤堂 這些名字為什麼要叫做堂號呢 原來堂號呢 在古代來說 就是說 因為他們由外地移民 進來廣東 進來廣東之後呢 他們需要在政府 因為不知道 他們一個這麼大的家族 進來做什麼 怕他們會勢力過大 因此就把一些大的家族 拆散他們 他們經這個 越北的朱基行進來 接著在朱基行下面要等待 等什麼呢 其實是等待廣東政府 給他們一個Visa 將他們分去不同的地方 這個是古代的時候 那他們呢 因為他們分去不同的地方 例如有些人呢 分去廣東的紹興 有些人分去廣州 有些人分去潮州 有些人分來香港 那因為將他的家族打散了之後 他的後人 他怎樣去 因為以前的交通 不方便 也都沒有現在這麼方便 上網啊 用Facebook啊 或者是打電話打電App等等 這些沒有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他們就透過呢 他去一個地方 建立一個所謂家字 在家字上面呢 就掛自己一個堂號出來 例如這個 高德成堂 他自己有個家字的時候 他就掛一個牌匾 叫高德成堂 好像我們新界一樣 我們去新界的時候 我們譬如說 稅園拐碼 他就寫著稅園加升 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 將來譬如我是來自 潮州的鄧氏家族 我來經過這個地方的時候 看到你寫著 南洋世宅 稅園加升的時候 我就知道呢 原來他就是來自 南洋鄧氏家族 他和我原來是同一個阿爺的 當我們看這個名字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所以 所謂江夏王 我們經常說 為什麼有江夏 因為這個姓王 是來自江夏的 泳村陳 因為這個姓陳的 是來自泳村這個地方 當我們大家都知道 阿爺告訴我 我是來自泳村的 當你去第二個地方 又見到泳村陳氏的話 你就知道 他們和我們 本身是同一個阿爺了 我們可以相認了 所以 久而久之 慢慢就發展成一個堂號 後期 晚清 或者民國的時代 他們搬來的時候 他們也保持這個習慣 將他們的鄉下 叫做什麼 他們也將他們的鄉下 的名字帶來 不過 慢慢 因應他們的房子 越來越多人 譬如我們有幾兄弟 我們 那個家族 越來越大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分呢 就變成了 在我們的家族的堂號裡面 我們再細分 譬如說 大兒子又叫做什麼堂 小兒子又叫什麼堂 如是者這樣分來分去 亦都是這樣告訴別人 雖然我是這個家族 但是我是屬於哪一個家 這個姓氏裡面的哪一房呢 這個呢 就後來比較細分了 譬如說 我們香港有幾個大的家族 周氏 其實他們 周永泰家族下面 其實他們分了很多個房號 因為他們家族後人多 他們可以這樣做 當然 這些是要大的家族 如果一般普羅大眾 根本就不可能 在自己一個政府 細細批給你的冒月裡面 寫著自己什麼堂號 好了 這個我們都要留意 另外還有一種就是文色 有時我們在墓裡面 我們是可以看 有一些特殊的雕刻 這些雕刻 是可以反映到 他個人的身份 譬如 我們大家有沒有在街邊 見過一些當舖 有一個雙喜的揮號 其實這個雙喜的揮號 就是這位 剛才我們看過的墓 高可寧先生 高可寧先生 他叫做澳門蕩鴨大王 他跟香港的大王李右船 可以說是一個經濟上的夥伴 一位在香港做當舖 一個是在澳門做當舖 那怎樣分呢 香港的當舖 如果是屬於高可寧物業的 它上面就會有這個雙喜的揮號 為什麼會有一個雙喜的揮號呢 因為有風水先生告訴他 雙喜這個揮號 離他 所以逢是他的物業下面 他都會用雙喜的揮號來標示 所以以後我們去看一個當舖 你見到雙喜的揮號 你就知道以前屬於高可寧物業 後來他葬在香港 所以這些就是他個人的特色 例如右手邊這個有一個日字的揮號 其實這個是一個近代文初的時候 一位叫做陳啟明先生 他做過香港的定例局議員 即是後來講的立法局議員 也是一個華商的代表 在他的墳場裏面 他很喜歡用這個日字的揮號 金色中間寫著日字 另外旁邊這個 是大家很熟悉的 河東的弟弟 河金堂 金堂弟 即是今天孫中山的文物館 那一座東西叫河金堂 那個叫金堂弟 即是他的家 這個是他們河氏家族 墳場裏面有一個這樣的揮號 H其實就是H-O H-O這個英文 河字的英文的一個簡寫 在他們那個超遠墳場附近 另外他們河東的墳 河東家族的墳場就叫做超遠墳場 後來因為風水的關係 他弟弟河金堂就在他的旁邊 另外建一個叫做河莊 河莊上面 他的建築物上面 就特意畫了一個H這個揮號 這個就是他們代表他自己的一種文色 另外一種文色就是日本的文色 我們看一下河莊自三郎夫婦的墳 這個在香港墳場的日本人段裏面 這個是他們一個墳 據說這位河莊先生 就是在香港開第一間的日本料理 在一個文初的時期 開一間日本料理 當然主要來說是有錢人 和日本的人才可以去 在他的墳下面其實就有這個揮號 我們看到左邊是放大了的 看清楚就是這個 從永久秀家族的家文 就是代表他們是屬於這個家族 你必須明白 日本人畫家文是很嚴謹的 他不會說貪得意美 我們自己又多美 我自己又整個下去 不是 他一定要跟這個家族有關係的人 他才會畫下去 不會無緣無故畫下去的 這個就可以看到他家族的背景 如果我要找這個人的資料 我除了找他的名字之外 其實我們可以嘗試 在從永久秀這個家族背景裏面 去找他的資料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歷史研究的線索 另外一種特殊的就是軍隊的廢號 如果一個務主他本身是一個軍人 當然我們說他在香港的話 他是來自英軍 英軍的話 他們來自哪一個軍團 他一定會有在他的近代 在他的帽裏面 會畫出他的徽號 因此我們看他的徽號 我們就知道他是來自哪一個兵團 甚至他 譬如反過來說 我因為見到這個帽 見到這個徽號 我們就知道 可能一次大戰 或者二次大戰的時候 原來英國 是派過這些軍隊 來做一些戰役 如果他不是 不是這樣的緣故 他不會敢死在香港 他如果是退了役 或者跟他的死亡 跟他的殉職是無關的話 他是不會葬在軍人墳場 他葬在軍人墳場 即是代表他跟戰役 或者是他在服役期間過身 因此我們找他的徽號 也都知道 那個務主他屬於哪一個軍營之外 其實反過來 對於軍事 本地軍事研究也有幫助 因為我們不會無端端派一些特殊 譬如在這裡 在香港的墳場 我們找過很多不同的徽號 證明香港曾經有這一堆的徽號 是駐守過 有這一堆的軍團駐守過 應該說 這些如果你是從事軍事研究的話 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線索 除了知道這個務主 是來自哪一個軍團之外 下面我們以前也提過 他是有一個大衛之聲的徽號 證明他是一個猶太人 或者他是一個猶太教的信徒 因為這個是特色的廢號 不會亂畫的 所以這又是一個線索 如果我們要知道中國人傳統 在名號上有很多 一個人有很多的 譬如你研究孫中山 他有很多的名字 中國人都有這些東西 譬如我們看顯巧 偉奇緣 黃春灰 偉 即是說他本身的名字 叫做奇緣 姓什麼? 姓洪的 洪奇緣 外號 春灰 這個就是太平天國 紅春灰 也叫做紅人肝 在墓裏面沒有反應叫他人肝 但我們知道 我們查他的記錄 他就是紅人肝 被封為乾王 他其實在香港曾經有活動 後來回到太平天國 從事一些活動 被封為乾王 最後又回到香港 旁邊左手邊這個 我們就看了 全天台中二十世 開山第一代祖師 尚顯夏奇 賢宮大和尚 第一我們知道 大和尚 我們知道他是一個和尚 一個佛教人士 他的名字叫做顯奇 他還有一個 除了叫顯奇之外 原來還有一個字叫賢宮 賢宮的公字不是一個名字 只是他的名字 有一個賢字 這是關於他什麼 原來他的身份是天台中 即是他是天台中 這個派第二十世的長門 就叫做顯奇 但我們後來翻查文獻 其實他不是天台中的祖師 只不過他在天台中的祖師裏面 替道 他就說自己是天台中 青山禅院 我們知道他就是青山禅院的開山第一代祖師 我們怎樣知道 從一個墓名 我們知道他的身份 他的名號 這個長門叫什麼 叫顯奇 好 在墓名裏面 我們也可以知道他的身份 例如 右手邊 這個香港一個很古舊的一個 很古舊的一個墓月 宋封 是由宋代流傳到今天 在我們左手邊我們再看到 譬如說 清告風遺人 這位下面寫著鄧武何太夫人 這位鄧氏家族的一位 他本身姓何 他嫁了一個先生姓鄧 被封為清朝的時候封為疑人 疑人是代表著他的老公 即是他先生 或者是他的子女 在朝廷裏面有封號 因為他的先生 或者是他的兒子有封號 所以他亦都可以獲得一個同級的封號 所以就是疑人 疑人是五品 五品才可以有一個五品的官號 他的妻子或者他的母親才能夠封為疑人 譬如一品就叫做一品夫人 二品就叫做夫人 如是者三品四品 每一個品位 他都會有一個相應的名號 而五品就叫做疑人 證明他有一個五品官 這就是他的身份地位 我們再看看這個 清 這位就是馮平山先生 大家很熟悉 在清朝他被封為中獻大夫 中獻大夫或者江六子處政 江六子就是他的官的 究竟他的官職是什麼呢 就叫做江六子處政 他的品位就是中獻大夫 是一個四品 另外民國特壽 四等家和一等獎章 家和獎章是什麼 就是現在我們中間這張相片 就叫做家和勳章 這些就是他的功名 有些當然 有些是考回來的 有些是清朝時候買回來 你捐多少錢 你就能夠得到一個 朝廷就會給你一個封號 就說你是一個幾品官 可以穿那些官服 頂戴花令 穿那些官服等等 那民國也是一樣的 其實你有什麼特殊的政治的功績 或者你捐多少錢 有特殊的功勞 他也會頒一個勳章給你 必須要搞清楚 在民國的勳章 其實只是一個榮譽 他沒有實際的職務 這個是不同的 必須要搞清楚 那冯平生先生呢 就在清朝和民國 都有這些的封號 另外還有一種 就是明望柱 在最右手邊這一張 在石柱上面有一個獅子頭 以前只有考到功名的人 或者所謂考到狀元等等 才可以在自己家族的募源裏 建一個明望柱 那當然老實說 香港所謂山高皇帝縣是不容易 這個是買回來的一個職位 上面寫著想頂戴花寧 想戴花寧候選到何啟東 其實就是何東爵士 他買了一個清朝的官位 所以要容許他在他媽媽的墓名上面 那個墳墻上面 旁邊就建一個明望柱 香港有幾個家族 他是有的 何東是其中一個 他的墳墻裡面就有一個明望柱 那你當然看到這張照片 見到他有很多荷蘭水蓋 包括有清朝給他的官職的一些勳章 亦都有文國給他的勳章 當然亦都有英國 澳門 和其他歐洲國家給他的勳章 那這些呢 什麼分銜呢 就自己去細緻研究了 那這些都是反映他的身份 那另外還有近代一點 譬如 右手邊這張 封榮綠大夫 那這個就是一樣 他買了一個官位回來 那他或者他的太太呢 就可以有一個這樣的稱號 另外一種 就真的政府頒給他 好像馮炳薰著士 著士這個名銜 是香港港英政府 是因應馮炳薰先生 他對香港的功勞 那所以呢 就給他一個分銜 他是什麼分銜 他是CBE CBE是一個著士的分銜 那你拿到CBE 那他以後呢 就可以在前邊 是加著士 在這個英文名前邊 可以加上sir這個字 sir上面 第一行我看到了 下面 中文名後面 可以加上著士 那如果他有了這些 譬如CBE OBE LLD這些稱號 在那個年 所謂港英的年代 他還可以在護照裡面 是加上去 那除了港英政府 除了清朝 他們頒的之外 譬如我們在天主教墳場 我們找到近代的工業家 鄧鏡波先生 他的帽子裡面也寫了 他是聖詩密德都騎衛著士 鄧鏡波先生 我們後來查過 聖詩密德都騎衛著士 是哪裏頒的呢 其實是梵蒂岡教廷頒的 我們看到照片 看到了 這個就是聖詩密德都騎衛著士 所有的一個分章 這個分章就是教廷頒給他的 那為什麼他會得到呢 因為在五十年代 戰後五十年代 他捐了一百萬港幣 就給香港的教會 天主教會 就興辦鄧鏡波書院 你要明白 五十年代一百萬 是一個很大的 可以說現在說是一個天文的數字 當時買一棟樓 一兩萬元已經可以買到 在跑馬地買到一個挺漂亮的單位 你可想而知 如果一百萬的話 在當時來講 真是天文數字 所以 香港教區 就認為他對香港的教會有貢獻 所以就將他的名稱 舉上去給當時的教宗庇護 十二世 然後就由教宗發了這個分章給他 所以 這個分章在歐洲或者世界 也是承認的 在香港的墳場裡面 我們也找到日本的分章 譬如這位分八等永田虎之助 他就是拿了日本這個 第八等的 叫做 銅業章 八等銅業章就是這樣的樣子 紅白紅的分章 這一個是日本首相的一個家民 是他特有的一個揮號 然後 由日本首相去做了一個分章 對一些政府裡面有貢獻的人 他會頒這個分章 這個分章總共有九等 現在就告訴你 這一位永田虎之助先生 他就曾經拿過日本分八等的同業章 另外在墳的冒名裡面 我們也可以知道他的職位 譬如香港裡面我們曾經找到民國 中華民國陸軍中將 這就是楊鼎中 他的外號叫做什麼 就叫做將軍 他的封號是一位陸軍的中將 那當然既然叫做中將 有少將 中將 上將 既然叫做將 我們也簡稱他做將軍 所以有很多將軍 那這位是其中一位 他是在戰時曾經抗日 二戰之後他就退役 就退隱了 不再當兵了 不再當兵的時候就來了香港 後來就在香港過身 那這個呢 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 是找到他的墓 那除了還有什麼身份 好像右手邊這一張 他就在墓裡面寫著 他是中國自由詩人 徐亮之先生 其實他是一位近代的歷史學家 他寫過很多歷史書 他因為自己也寫過很多詩詞 所以他也都稱作 在他冒名裡面 他又寫他自己是近代的詩人 那另外左手邊 我們也都找到 有民國的參議員 參議員 在你必須要搞清楚 是一個很短期而已 即是說 即是說 在中國早期 一九二七年 以前 應該這樣說 大家要知道 參議員出現了一個時間 是比較短的 所以你查看民國的歷史裡面 既然短的人 但是有一些 他會葬在香港 這個反映 究竟香港和民國的一個歷史的關係 為什麼有一堆的民國的人 他們會在香港裡面落葬呢 他一定是和香港有關係 他不是單純路過香港 而在香港過身 有一些是 但是也有一些就是說 他們在仕途上不順利 來香港躲下 或者在這裡 住一段時間 覺得在自己的政治圈裡面 他沒有影響力了 就不回去了 所以流落了香港 最後在香港過身 其實我們在香港裡面 找到很多不同的民國名人 這些我們有機會再講 會不會再講 我等會 可以消失 你 就不忍耐 這張